業界人士、學生、工程師說了一句話 就是做了一個演講 那這個演講呢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可以脫手 這一個有一個 好,是不是有點想 往往去 還好 還好 會接人嗎 對 對 對 好 好 好 那有興趣的請看前面 他在一個科技與人文交通的網路設計 這個主題的演講上面 然後 他對著幾百個設計師、學生、學者說 說了這些話 第一個就是說 當年他從香港來台大 念天機器 那 他覺得 台大不好 他覺得台灣教育沒有啟發性 那當年的教法就像念聖經一樣 然後就 學生定在想 老師在上面一直講 學生講的理論 OK 那 就是 老師在上面拚命講 但是呢 學生幾個在下面 很想睡覺 那 拚生經異到 後來一定都很想睡覺 然後 體重半個 體重半個 對對對 然後就照著書念 類似這樣子 那 那 都會覺得這樣的教育方式完全是錯的 那 他後來又講說 東方的社會相對比較保守 害怕失敗 所以在人類演進的過程當中 其實需要一些瘋狂的人 帶動改變 那 這些人常常被認為是公子 所以 你會像愛因斯坦這樣 愛因斯坦這樣 愛因斯坦這樣 愛因斯坦其實很像公子 對不對 可是他是天才 他很天才 確實 但是 各位真的了解說 我們印象中都是那個 德諾貝爾講的愛因斯坦 對 那 滿頭亂法的愛因斯坦 德諾貝爾講 好奇怪的一個人 但是 你真的了解說 愛因斯坦的背景 其實 那些 那些 那些非常 特殊的人 其實是人類 人類群體裡面的 特例 如果 我們想去模仿是更不可能 那 愛因斯坦也是喔 其實愛因斯坦有閱讀障礙 各位知道 他語言障礙 他是一個 應該被放入特教班的學生 所以 所以來說 天才跟 那個 那個 體驗這個 所以 真的很多 很多 你看 非常有趣的人 他們就是這樣 愛因斯坦自己的 一個例子 那 像 英國首相邱吉爾 也有閱讀障礙 那 有很多 那種 你如果去仔細看那個 特教領域的 他們所舉的例子 你會發現很多 這麼多人都有 障礙 那 他其實 不是一個 我們往往覺得 他應該是 得治理 武力絕美 武力病 窮美 其實那些人都不是 他們 都只有一方面 好的 其他方面 通常都很糟 那愛因斯坦本身其實還有兩方面 他除了 物理領域以外 他對 對很多那種 哲學的反思 他一些 人滿的 是表現當作 但在語言上面就是不想 所以他其實有從修理念 那 是 那個 他那時候要去念那個 瑞士的 那個 我記得是 博恩大學還是哪一所 的時候 那個 跟校長面談 校長說 不行 你這樣子語言太爛 你不能讓你進來 雖然你物理表現非常進出 但是 語言太爛 所以要是拿去修理念 給你拿到來 才進入那個 瑞士的那個 博恩 你同學還不讓你進來 OK 所以就是 很多很多 那種 就是 就是 奇特的人 其實 他們是 不熟 不熟 規範 那 這些東西你說 你在想說 OK 那為什麼是這樣 那再回到 林百里的這件事情 因為 他講這個其實 最近他把那個 賈國師死掉 所以 所以 他其實有 針對 賈國師的例子在講 然後他說 賈國師是人性工程師 但是不代表他是 程式工程師 對 那 人性工程師跟程式工程師 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像我們會寫程式的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那種東西 有很多 像舉個例子 最近 昨天 昨天iPhone的一個專利過 那個專利是什麼 你看 我弄給各位看 iPhone的滑動解鎖專利過 什麼叫滑動解鎖呢 就是這樣 解鎖 就這樣滑一下解鎖 這是專利 而且 那 這種東西 反而對身體專利 滑一下解鎖 跟各位對專利的期望 有沒有很大的落差 真正的專利是要做這個 但是我們思考中的專利是什麼 我們思考中的專利是很毀大的東西 錯 大家錯就錯 專利通常就是像這樣子 滑動解鎖 然後呢 另外一個蘋果 很有名的專利就是 兩隻手指 放大 對 這也是他的專利 所以蘋果光是在手勢上面 就申請了幾十個專利 滑動解鎖也可以給專利 手勢放大也可以給專利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專利是什麼 這 完全違反你們對專利的認知 在我還沒有接觸專利這件事情之前 我對專利的想像也跟大家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越了解之後 我們越了解說 專利其實是一種遊戲 他是在玩七戰領土的遊戲 這個領土在技術的世界裡面 還沒有人選擇是他的 你就把它選擇下來 就是你的 OK 所以 我們技術人往往以技術的觀點去看一件事情說 OK 這件事情夠難 所以重要 錯 他錯了錯 在專利上面根本不是這樣玩 蘋果在 就靠這個 告紅達店 結果呢 紅達店趕過來告他的時候呢 紅達店最近被看敗訴 專利是這樣玩 紅達店根本不懂 他沒有這方面的專利 他們也不知道 其實專利 他本身也沒有擁有多少專利 但蘋果其實擁有的專利也不多 但是他的攻擊力很強 因為集中在使用者界面上面就把你告死了 好 好 那 林百里有說 他自己就是沒有讀好數才會成功 其實這是一句挑戰的話 對不對 任何的人 都不會真的覺得 是因為沒有數讀好才會成功 但是問題是 奇怪 我們的立委就是跳這句話 然後出來攻擊 誰會相信這句話呢 這是一句開玩笑的話 但是立委就是跳出來 不斷的 紅這句話 其實根本就看錯重點 好 那 現在的教育學生只要好好讀書 就會及格 讓他們無法認同 大學生 大學應該教學生創新 不會創新就不及格 各位覺得這樣對吧 是一個好的教育嗎 如果 今天要求大學 要教學生創新 不會創新就不及格 各位覺得這樣 是一個好的教育嗎 因人而異嗎 啊 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對不對 好 那我要先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第一個 大學的教授 通常是最沒有辦法做創新的一群 大家覺得以後那些論文啊 有些系列字的問題嗎 呃 寫論文那些是其中一個 但是 你會想說他寫論文應該是最有創新對不對 因為他一直發表出來 但是 事實上不是這樣喔 你再去想想 所謂的教授是什麼樣的 會叫的野獸 教授有他的成長背景 每一個教授都有他的成長背景 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這個特性是什麼 有一點是他們都要讀到博士 對不對 以目前的我們台灣的體制而言 這一個幾乎是必要的特性的 十幾年前還不用讀到博士 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上空間 對 他們都要讀到博士 那 會讀到博士的人 他有什麼特性 各位想看 是創新嗎 那到底有什麼特性 我讀過博士 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 會讀到博士的人 他有什麼特性 那 博士通常要包五年左右去讀 而且有時候更長 那這些人們讀博士之前一定讀過碩士 讀碩士之前讀過大學 大學之前 大概跟各位一樣讀過中小學 對 他花了幾年在讀書 他的讀書時間一直從小學 一年級開始 甚至幼稚園開始 一直讀到33歲 那你要去想 這種人 你說他創新 其實他是受體制規範的人 他受整個體制 就是以學位為主的 這種學位長相的體制所規範 他在裡面 根據規則來玩的人 這種根據規則來玩的人 就是 當你給他一個佛羅波在他前面的時候 他就往前走 然後不行的話 就再加上電子 然後他就走 這種人不是創新內容 這種人是怎麼樣的人 就是在體制內 根據體制來走 那你期望後來 將你創新是完全說 創新不存在於這裡 但是這些人呢 念了很久的書 他特別會念書 他特別會寫東西 他特別會解數學 但是解的數學呢 往往是 現成的幾分鐘之內 考試就要解出來的那種數學 他特別會解 但是當你給他一個 完全沒有碰過的問題的時候 他不見得依賴 他看別人證明 看完之後他會證明 這不代表說 你給他一個全新的東西 他就會 對 OK 這很像台灣 其實全世界幾乎都是這樣 加上發生理工的力量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但是台灣比較嚴重 國外有一些其實 像舉個例子 像史丹佛曾經有 有 MIKE曾經有好幾年沒有開過作業系統科 因為作業系統是一個很遲物的領域 他們的老師都是屬於研究型的 所以自然就沒有這種東西 但後來他發現這樣不行 所以找了一個作業系統專家的老師來 所以就找了一個 一個是 一個做非常實務的教授的學生 比較優秀的學生 進到阿神的方圈教授系統 那像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裡 越來越不容易 越來越不堪 為什麼 因為做食物的人 他沒有去發表論文的結果 那就會被排除 OK 那再舉個例子好了 為什麼各位今天在這邊上動畫是由我上的 各位一定要看到王明景比我還強 對 那為什麼是由我來上不是他來上 他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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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先說明一點 就是他現在覺得比我強 他現在做動畫 因為他整個專題就是做動畫 他已經做了連續三個學期的專題了 而且從 我是二上教你們動畫嗎 二上教他們動畫 對 當時他應該還沒碰過這個東西吧 沒有碰過 沒有碰過 對 但他碰了之後他就很有 很有這方面的潛力 我就覺得他應該可以走這個領域 所以 碰我們之後他進步比我快 絕對比我快 太多了 那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來教各位 其實 應該是各位來教我才可以的 雖然基礎是我教各位 但是部長然後來其實是各位要教我 所以我剛剛有些同學還沒來 我再重複說明明 我們上到這裡呢 接下來 主角變成各位 主角變成各位 接下來 下禮拜我們就會教各位關節骨架 因為他最近正在做一個人的那種關節骨架 而且我覺得他做得很棒 那這個部分是我一直還沒有碰過 碰過做得好 我就做比較簡單講 默認這樣子 我們都鬥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就做那種複雜的關節骨架 那各位 所以 下禮拜我們一起講 下下禮拜是啟動考中 對不對 下下禮拜 開始就是 各位報告事情 報告的主題 任意 動畫 你可以做一個作品 然後 講一什麼 講一什麼 你也可以 直接教我們你們 技術 例如說 UVMating 或者之類的 就是我們沒有講過的那種技術 或者是你可以當好 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但是那個示範 最好是我們 不會 像這樣子的 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開始就幫各位 OK 所以現在趕過來 各位教 那 為什麼我來教各位動畫 我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我們 沒辦法聘動畫老師 我一直很想 系上聘動畫老師 但是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系上聘的動畫老師 第一個 有動畫的意思嗎 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過 台灣有真正的動畫博士 我還沒看過 所以這些人 動畫所在哪裡 所在業界裡 但是台灣的動畫領域呢 現在是滿岌岌可危的 為什麼 各位知道那個賽德跟巴萊 裡面用了幾百個特效場景 那些特效場景 不是台灣做的 外國 也不是你想像中的外國 也不是你想像中的外國 是那個跟我們 既不算一國 又不算不是一國的那個國家 中國的國 對 在德跟巴萊的動畫場景 是中國大陸做一家幾百個年輕人的動畫公司 裡面好像用了一百多個人 連續做了四個月 做完賽德跟巴萊的動畫產業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動畫產業 空了 沒有 沒有市場 也沒有產業 也沒有機會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學校沒有教 老師也不會 所以產業起不來 產業起不來呢 接下來就影響到我們拍電影拍得不好 所以最後呢 這個要外包 外包給大陸去做 對 現在的影片不是都要用到特效嗎 現在的影片特效 只要是華文片幾乎都是幫你發到大陸去做的 還說沒有市場 蛤 為什麼沒有市場 上了一天幾乎很重要 為什麼沒有市場 因為台灣的人物市場很小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一年幾步變了 沒幾步 大陸一年幾步變 他們現在整個動畫產業起來了啊 他們 當時靠他們的內區的拍電視就夠了 不要說電影 喜羊羊知道文化 對 他們動畫產業正在起來 他們有強大的內區資產 我們沒有啊 但是 我們因為沒有 我們沒有的原因到底是因還是果 或許 如果今天我們有的話 大陸的案子包括來 五四四五 對啊 但是 我們從前沒有 沒有走過這件 為什麼沒有走過這件 沒有 跟大學有關係啊 你們的大學也有教啊 不教這個啊 而且 大學教授也不會整個 但是 你們想學什麼 你們想 不斷的跟我學成事嗎 沒有 百分之百我教的都是成事 但是 各位覺得怎麼樣呢 這好像不太符合你們這一代的需求 那我是很惡意啊 如果百分之百我都教成事 我是很惡意啊 但是 我覺得它不是各位 各位應該要學 百分之百全部都在這裡 你們的資訊領域面很多元 什麼都有 像 電腦可以用來做 硬體 做軟體 做動畫 做網路 各式各樣的 各個行業都需要 那已經變得非常讓多元 這個多元其實 我覺得 是很重要的 就是 創新 就是從這個多元開始 但是我們的社會 會好像不太容忍這種多元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百里這次會講說 創新喔 其實我覺得 他講的某一部分很好 但是某一部分很可能會不大 一部分是 其實大學是最不會叫創新的 我覺得他如果要 因為他講了之後 然後教練部就開始說 我們開始要追創新 那就死定了 教練部一旦推創新 你覺得他會怎麼推 全部的學校都要給我開一門創新課 然後呢 請來的老師就是我們這些老師 你們教會會怎麼創新 你覺得這樣會很好嗎 所以如果很多事情 一旦到了政策的時候 執行下去就完蛋 我覺得他講的很好 但是不要誤解 不要誤導 認為說大學交創新 大學如果要加創新 我們大學必須要經過一個很大的轉折 這個轉折就是 必須要聘業界的人來上課 你要聘那些沒有學位的人來上課 大學才會辦法創新 台灣的大學就是 台灣的大學就是 因為當 像處理教授 我們都一定要學位 啊外國也是想 像去那個大學教授 像外國就是 會有那個人力 我可以丟人去教嗎 大部分都會要求學位 對啊 但是國外有一個補充方式 這個補充方式在台灣沒有建立起來 各位知道是什麼方式 舉個例子喔 史蘭某大學啊 他開課的時候呢 他常常是兩個教授 三個教授和其他 但是不是教授 他是一個教授為主 但是另外兩個呢 一個教授其實是話題喔 不算是為主 那另外兩個才是主角 或者是另外一個才是主角 那另外一個人是誰 從哪裡 我知道那個人力的人 他需要一個學位 掛 就是 所以他們有這套體制 沒有啊 我現在如果變兩個人來教的話 要領兩份薪水 那個 而且那些業界的人來 薪水都特別高的 對啊 他來教他其實不是看那個錢 他是覺得說 我來這邊教 我會接觸到學術界 而且會接觸到很多學生 我會 可以讓他們真的學到東西 他們才會來教 那 我們還沒有這種體制 真的有這種體制的話 那就可以迷惑 這個入住 所以 有一個辦法就是 老師 一個老師 跟一個 譬如說像史丹佛 他很常常請Google的 裡面的技術專家 甚至譬如說他的技術長 是來 或研發展來 來那個史丹佛上課 MIT也常常這樣 而且他不是說 上課是上一堂課 不是這樣子 上一堂課是沒有什麼用的 他是直接就開了那門課 那個人就是上一學期 而且他們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那這個學校就跑起來了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一直拘泥在這種形式說 這個人沒有修飾 所以他不能來開課 那 那大學的經費呢 也一直 越來越請教人說 給這些東西留下空間 那不留下空間的結果呢 就是 他可能會 會 得到真正的業界 好的人潮來上課 那 要談 不管是創意啊 或者是什麼 那些東西 由這些大學教授來上課 是不行的 對 相當話這個人就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知道嗎 為了剩在2005年2004年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幾乎已經變成一個流浪案 沒工作 沒工作 每天到咖啡廳去 其他的劇本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寫到已經 怎麼講 就是 到最後他寫了一本 叫做 小導演失業日記 從那個日記 你有沒有看到 他那時候多不足 但是 你可以 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這些人才拿來用的 今天他成名的 但是還有更多的人沒有成名的 那些更多的人其實能力也不見得差 但是 我們不會把他拿來用的 那這些人其實是 大學教育很重要的 但是 我們的體質不允許 這才是問題 私立大學版的L1 公立大學越來越多 那 所以他說 未來的領導者將不再是工程師 而是 900代後出生 只知道行動裝置 社群網路 以雲端技術為主的C世代 那 他強調 現在行銷BGM過去不同設計 要考慮使用者的經驗 這也是蘋果成功的原因 他其實一直在 反覆地強調蘋果的那件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現象不是現在的開始 但是我們會發現說 好 台灣的 從 古靈年代開始 創業的 營造起整個資訊產業的那群人 像禮拜禮、張忠謀這些 你們這些人 大部分都是 都是有相關背景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工程師 是背景出生的 那這個工程是背景出生的人 主導了 這幾十年的台灣產業 但是 接下來 應該就是這樣 那 各位不是90年代之後出生的嗎 欸 四樓 搞不好 四樓 你們幾年出生的 1992 1992 對 那你們是90年代也會出生嗎 對 那 你們已經是90年代也會出生嗎 對 對 那就是民國80年代也會出生嗎 對 對 OK 所以 我覺得 如果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的 大學和產業 都有可能會完蛋 所以他說 美國史丹佛和阿佛重視數位的文教育分別 有 會催生谷歌和臉書 那個谷歌和臉書 那個谷歌和臉書 那些人也都是在 在學校 被 排擠的 被認為說 這個學生不學好 但是 這些人最後 通通都錯學 因為他們創業成功 創業成功 然後就錯學好 那美國有一個非常好的創作品質 但是我可能會唸 OK 這些人確實 那些 各位想一想 什麼樣的人會唸到一段不唸 哪些人唸大學會唸到一段不唸 沒錢 沒興趣 還有另外一種是 覺得 大學根本就沒有走 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學的 賈伯斯不是這樣 賈伯斯不是覺得大學 沒有什麼東西讓你讓他學喔 賈伯斯是 在他 大一上學期修完 上學期完的時候 他就決定就學了 但是他沒有離開學校 他繼續在那個大學 繼續上了一年半的課 總共上了兩年 也等於是 比如說他在二年級 二年級結束的時候 才離開 所以 他其實並不 並偶是 那麼排斥大學教育 但是他覺得 花那個錢 我可以不花 不要那個學位就好 他是 其實不是 還是認為那個不好 不然他不用再花一年半在那邊 但是花那個錢 因為他爸媽是做功的 用一輩子的錢 就只為了讓他練大學 為什麼 因為他是領養 領養的條件就是 他要上大學 就是 他的生母 要求 他的父母 燃養的條件就是 一定要讓這個小孩上大學 所以他後來選擇 休學是這個原因 所以 林百尹在演講裡面說 不是只有大學 所有教育的方式 都需要改造 那 這就是剛剛 各位看到的 我們一直冤析 那 結果 很奇怪的是 這場演講 引起很多 反對 聲浪 然後 第一個 國民黨的立委 鄭金零說 林百尹的說法 是不良示範 道要學生 都不要念書嗎 林百尹現在的專業 背景裡 來自哪兒 我覺得這是錯誤解可能 他只看到那句話 其他都沒看到 那 民進黨立委 挑出來說 大學沒畢業的中 就是賞助 要求教育部 注意林百尹發言的後座令 現在這個 讓學生認為 速度不好 沒差 提中 我覺得他 他現在 打綠現在 覺得他們想挑那種 毛筆 現在來合作 很奇怪的 他們 就是 都 對 怎麼現在突然 因為他 雞不然 又不利 所以 所以 他是第三層 接下來呢 教育部長 國慶記為例 現在的大學教教學 師資跟教學方法都已經改變 但林百尹所言 會讓全國家長想知 成績並非為一 然後 林百尹成功還是要改進來的 社會 確實有少數成功而已 但基本上呢 還需要專業背景 專業當背景 專業教育當背景 我可以體會 林心基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說 他要說的是 啊 現在人家丟了一個說 教育有問題 然後他要趕快可以清楚 不是我的事 所以 所以他趕快這樣講 那 台大的教育長 蔣品芳說 林百尹應該是 開館效應化的 他畢業了四十年 台大早已脫開館 課程和教法很多元 我不知道 我 我 從來不學等大 他 我在台大待個七年 台大那個風格還是跟以前講 就是 教學方式啊 就 老師在那邊講講講 然後學生在那邊做做做 就是 聽 然後 老師是講 老師 因為我認為是 老師永遠是講 學生永遠是聽的 我從小就這樣 嗯 這樣 這樣說好了 就是 台大其實 他 比我們學校更關聯 台大是一個非常舊的大學 台大的前生是 日門 第五大學 台北地國大學第一 OK 他其實是 一個 非常舊的大學 但是 所以 他很多 很多的那種 作婚啊 其實蠻關聯的 那 甚至 怎麼講 就是你在台大 你會覺得說 喔 台大 擁有這麼多的經費 嗯 應該他的設備很好 什麼都很好 結果 我記得我念博士 那時候我跟歐國老 結婚 那時候呢 我還在念博士 我帶我到 有時候就是 帶我到我國 他去學校找我 他找我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 他跟我們一起 就是等我下課 那大家來看 看我上課喔 結果 那個是一個meeting 就是 類似專題的meeting 但是 碩士班 博士班 學生 那meeting的時候呢 那個投影機 投影機呢 我們的投影機是壞 那不完全壞 為什麼 因為他接觸不了 所以呢 一邊呢 有人在做報告的時候 一邊另外一個學生 他只要用手扶著那個 插頭 然後 才可以 才可以 投影機才會 才會 有燈光珠 那如果那個手拿掉的話呢 那個投影機的燈光就沒了 所以 比如說 台大的設備很好 再舉個例子 各位現在所做的這間教室 快得不得了 對 比較快 對 結果我人高指導臉我覺得很寬 因為太大了 你會發現說 擠 其實個人擠在一間非常小的實驗室裡面 那個位置呢 位置都必須要用類似反任的椅子 才有辦法塞進去 那 到底 真的有多進步呢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我從來不覺得台大的環境 但是 台大的 跟我們不同的有一點 我覺得很明顯的一點 就是 台大有一些學生 他比較敢質疑老師 有一些學生他比較敢質疑老師 不是所有學生 某一小部分的學生 他比較敢質疑老師 這一點我們在 我們學校還很少不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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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想這或許跟高職和高中派也有關係 因為 下一年幾個是高中男孩 大部分 可能一半比較 大部分 所以或許高中智智科興他比較敢質疑 OK 那我是蠻期待的 我還沒上過一年級的課 下次我們應該上一站吧 另外是 你會發現說 台大的環境其實 其實很不適合學生 我大學是念教大 那 你那時候開始才去念台大 非常不適合學生 你知道整個台北的環境 貴的鑰匙 然後 你們 你要租房子什麼什麼 吃東西 通通都是貴的 所以 台大的學生其實要 自己想辦法謀生 那我們學校我發現 好像也有一些啦 也蠻多學生要自己想辦法謀生 但是 台大的環境 允許他做一種模式方式 跟各位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所念的產業 但是台大的環境有 台北的真的很多元很大 所以他有 有資工的產業 可以找到工作 所以我們在台大的時候呢 從 研究所 一年級開始 就算外面 寫人士 賺錢 這一點呢 是 我覺得是台大 好的地方 但是校內呢 我覺得 其實 沒有很好 而且老師呢 也不見得很好 因為台大的 的教學方法 也不覺得很好 那就是 是 給很多問題 好 所以 那個 電積學院的院長 也才講出來說 愛之生者之前 一般以大大事件 當時 信上有 國師學位 導致不到我們 不要習慣 實驗設備是 日本第一大時候 沒有人 努力多年之後 現在教學內容 不僅國際競賽 國際競賽 台大電機 表現還贏過 麻省理工 和國不來 我覺得 他不是真的有說笑話 他說的是 像台大電機的 國際競賽 確實有 有贏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 這不代表台大 因為 怎麼講 台大還是 還是 落入在那種 有說 論文幾篇 然後 排名 就是 台大 現在全台灣 在各個學校 都一直在 國際排名 什麼 五百大 之類的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還是 如果你一直 很在意你的電話 我告訴你 你 應該 不可能 不可能 會 有很好的 反應 成就 因為你一直 非常在意你的電話 只有 甩台這種東西 趕走自己的路 但是 不是在完全沒有 任何基礎上面 就 就像 做 那現在 但是 你 對你的專長 是要有 有把握 然後呢 你有把握 可以 走自己的路 我覺得 每個人都要有 固定的專長 沒有專長 沒有專長的人 是聯合度最大的 但是 他要能夠 善良 還是其他人 也會說 沒有專長 那他在 人際社交上面 是要比較強 像這樣子 各位 就算 城市不行 你的專業不行 未來還是有很多機會 所以不用覺得說 我城市不行 我追 不行 我未來都會有機會 你會有很多機會 而且 往往 像 你會看到 林邁里大學 你沒練考 OK 那 那 未來林大學的成績 也不是一樣 但是 他們這些人 他 他 最後反而 反而創業的 這些人 會怎麼 這些事很簡單 如果你有穩當的機會 你為什麼要去創業 對啊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你看不到未來 所以你才去創業 那 當 你看不到未來的時候 其實 你去想想 這是最後一個機會 各位這一代 我覺得 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 完全看不到未來 好 所以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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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